在最新一期《述我直言》的节目当中,节目邀请到了娱乐圈中的长辈人物宁静,还到了爱情专家图磊,可以说图磊就是一个行走的情感智者,无论走到哪何时说什么,都能以本正经的信手拈来,一些让人无法反驳,却也让人十分认同的金句及观点。 他说教的能力真的不亚于唐风啊,而宁静则是娱乐圈少有的耿直感说的演员,此前还因为在《花雨少年》这个节目中与郑爽产生摩擦,被广大网友反感,而这些所谓的摩擦在这期节目也得到了证解。 通过数五直言的这期节目,大家一下子反复宁静真性情,又敢说的性格给实力圈粉了,她的更真不像娱乐圈中的其他明星总是对别人,而且就是论事,实话实说,毫不遮遮掩掩,这样真实不做作的性格,在娱乐圈也是少见。 更吸引人的是,宁静还在节目中,透露了影视圈中的一些潜贵词题内幕。 一开始,蔡康永举了一个例子说,比方有一场戏,需要宁静靠在一个人的肩膀上拍她的表情,但是这个人却要找替身。 蔡康永话还没说完,宁静就已经get到了她要问的东西,直接回答说OK的。 她认为只要不是找一些说,一二三四的数字演员就能接受,因为这样的演员会把自己带跑,说到演戏爆数字的。 看来娱乐圈还真有这样的演员,不然宁静也不会这么说吧。 这时候,大家都在猜测宁静是不是爱指数字小姐的事,宁静还霸气的称,自己也不怕有不同技术的演员跟她对戏,毕竟大家都是演员,必须要掌握一些技术。 而表演在她看来也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,宁静表示表演就是一种感受,抒发完了就行了,哪里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来讲去,甚至学表演在她看来也是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 蔡康永听到这,忍不住插话问大家,我好像又给她认货了是吧?宁静演员忙解释说没有,还投入了影视圈的一大内幕。 宁静声称,电视剧演员,电影演员,几乎是可以灵技术就算去演的,只要能抱下来不紧张,说完话就行了,也不知道宁静自己是不是这么做的,还是影视圈中还真有这样表演的人。 随后,蔡康永连忙制止宁静,说自己不想再跟她讨论演技这件事情了,我会给她惹麻烦,我不想给她找来更多麻烦了。 大家都知道,目前国内有专门这样的节目来研究演员演技,谁知道宁静更绷不住了,这话直接就点出那个节目就是这样的。 蔡康永听了更是一脸的崩溃,低着头用双手捂着脸。 虽然大家都没点赢,但是从宁静说的内容来看,又是女导师又是郑爽又是当年的四小花旦,估计全国观众都知道她说的节目就是演员的赞声,而这个女导师就是张子怡了。 这透露的信息量也太大了,难怪蔡康永崩溃到无言以对,这表情也是绝望的很,想要制止宁静继续说下去但是来,都拦不住。 不过宁静这样的性格,确实也招人喜欢,弹幕都是一篇黑专本,陆转走的网友,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?